大星我告诉你史是啥味道的 是咸的 你怎么知道是咸的 莫非你是老八传人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没有老八做过老的啊 大星千万别用那些加油软件 我下载了个有你家加油APP 被骗了5000多 结果百度一下被骗了好几万的 希望你做个整股诈骗系列 兄弟我跟你同样碰过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刚买车不久的时候 我也想着怎么去省油 然后呢我就下了几个那种加油软件 我以为印象最深的就是加油宝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它那个加油好像是最高 可以达到四折加油的折扣 但是你必须在那个软件里面 办一张加油卡 并且要在那个卡里面 充到四折相应的金额 然后才能享受四折的折扣 否则的话就是9.98折 还是9.95折 我大概忘记了 你们看就这个软件加油宝 点开以后呢 它这里有一个加油88折 最低呢写的是88折 然后分25个月充值 如果25个月每个月充100块钱油的话 你就相当于要预存2200 如果每个月充500块钱油 那就要交11000块钱 像我们的家用小车的话 每个月大概就是400到600块钱的油钱 如果涉及到这种充值的话 那肯定前面1到200是不会去充值的 最低都会点这个500的充值 所以呢就得交11000块钱 然后你在网上搜索加油宝诈骗的话 它这里一下会有很多的案例 这个软件的运营方式 相当于就是你把钱预存到他们里面 然后呢他们用钱去做其他的事情 每个月按固定金额返还给你 最高的话是要返25个月 所以说呢如果25个月之内平台倒闭的话 那你是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因为他每个月要还给你嘛 那相当于也就会出现网上各种各样的案例 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预存金额 然后来达到加油打折的 哪怕他就是真的 我觉得也千万不要去相信 咱们宁可每加一次油 自己掏一次钱 那也比预存在他这里好 对不对 因为钱放了别人那里 那就是别人说的算 给你推荐一个素材 用100个货香蒸汽水口服业煮火锅吃吧 这个视频呢小玉已经做过了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可以一步去隔壁小玉那里看 因为他做过了 我一般是不会再做地下期的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那下回咱们来做一个 半蓝根火锅 想看的朋友们打个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 我是大鑫 之前在视频里面就跟你们说过 我们不光每周要做一些 美食类系类的视频 还要点两到三期类的外卖视频 所以那今天这条视频呢 我决定来做一条 外卖不要什么要什么系列 然后要什么不要什么系列 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拗口 举例就是 西红柿炒蛋 只要鸡蛋不要西红柿 就相当于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点外卖之前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 今天过生日的所有全网粉丝朋友们 生日快乐 另外如果你们手机还有电的话 麻烦你们帮我点个赞 顺便投两个圆圆的东西 再次感谢你们 那今天这个外卖要和不要系列 我决定来做一个 外卖肉夹馍 只要肉不要馍 然后只要馍 不要肉 我们分别在两家店点啊 看看这两家店的老板 分别是什么样的反应 首先打个软件搜索一下 肉夹馍 OK大概翻到了两家 这里有一个六块的 有一个十三块的 我记得以前咱们点过的时候 是有一个套路的 就是贵的 咱们只要肉不要馍 便宜的 咱们只要馍不要肉 你这样做的话 他肯定是会同意 如果你便宜的要求他只要肉的话 他肯定不答应 对不对 OK那第一个 咱们就点两个肉夹馍 备注 只要馍不要肉 差三块钱配送 怎么看 而且这个老板是真的坑了 还有一个餐盒 还有一个七块五毛钱的券可以领了 领完券之后只要十块钱 OK老板你好 这个肉夹馍 我只要馍不要肉 谢谢老板 祝老板生意兴隆 只要馍不要肉是吧 这个是便宜的 OK第一个下单成功 三个馍 我只花了十块钱 因为有一个七块五毛钱的券嘛 咱们现在立马点第二个 要不然的话 我怕他打电话给我 兰州拉面的肉夹馍 差两块钱配送 那就也点两个吧 有一个六块钱的券 这个咱们就改成了 只要肉不要馍 谢谢老板 老板真帅 好第二个也点好了 是不是21块钱 那接下来咱们就等一下 看看老板会不会打电话给我们 现在看到了好像是两家都接单了 商家正在备货 OK那咱们就在线等待一下 不知道今天这个人体啊 我 OK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喂你好 我现在来这拉面你说你不要馍就是把那个肉夹馍里头夹的那个汁子就给你搞出来 就找个打包和给你拿过来对吧 对对对对 那个馍就不要了 我不要馍你就给我把里面你切好的肉装过来就行了 你再自己找馍加了吃啊 对对对对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 好谢谢你啊 我就说吧那个兰州拉面里面的肉夹馍是三块钱一个 看到没有老板多么的大气对吧 果然老板是个性情重人为你点赚 反倒这个只要馍不要肉的就没打电话给我了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微信点的什么酸菜鱼 只要酸菜不要鱼 辣椒炒肉 只要辣椒不要肉的全部都是从来不打电话给你的 这回估计啊也是一样的 OK那咱们就等一下看看等会儿这两份外卖全部拿到之后是什么样子 等了我一个多少时两个外卖我才拿到了 好来打开看看啊 这个是只要肉不要磨的老板之间同意了啊 哇一股很香的猪肉味 而且这里面是有洋葱辣椒还有土豆的 这个两个肉夹馍是26块钱 好再来看看这边的这边的单子留着啊 写的是只要磨不要肉是吧 OK来看看里面有没有肉 我去什么情况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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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肉 这个也有肉 没想到啊这么久没点这样的外卖 结局竟然出乎我的意料 我备注只要磨不要肉的 这个老板完全不听我的 看到没里面全部放肉了 只有这个只要肉不要磨的老板是同意了 就整整是半碗的肉 你们可以看得到 而且那个老板送了我一瓶冰镇的矿电水 我估计可能是这个老板怕我吃肉太咸的原因 所以才送我一瓶水 为老板点赞 不过我们花的总共是32块钱左右 然后得到的只有三个肉夹磨 一盆肉 那就只能一口磨 然后就这一口肉吃了 来肉夹磨 粉丝先吃 这么硬 而且这个磨还辣 我天哪 南州辣面里面的肉好吃 这只要给好诶 里面有紫蘭 然后加上其他那种香料的味道 不过吃回这个肉夹磨的话 感觉怎么又硬 然后这个肉又没有灵魂 就死辣死辣的那种感觉 你看这个皮也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南州辣面的肉确实可以 全部都是现切现炒的 味道真的超级好吃 完美 好那现在还剩下两个磨 虽然里面是有肉的 不过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绝招 磨的这边是稍稍有点软的 咱们就在这边放上肉 你看这个分量有多少 看到没 怪不得13块钱一个 真材死掉 我去 接着再把这个磨盖上去 OK 那现在咱们得到的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 磨加肉加磨加肉加磨加肉加磨 第一次碎须排下来应该没错啊 好生鲜吃法 来先给你们尝一口 你们刚刚这里面 感觉跟吃汉堡真的没什么机理啊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肉爽 有那种拨针驾驶的感觉 说真的朋友们真的超级超级爽 你没有尝试过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而且就今天这个视频啊 说真的要吹爆这个 蓝州拉面里面的肉加磨 确实吃起来超级超级好吃 不过再怎么说 今天这个视频呢 也属于是翻车系列 但依据在下做吃播做了这么久 我个人觉得这个肉加磨 应该不是他自己做的 可能是网上买的那种半成品的肉加磨 然后自己加工的 所以呢 也就是可以得出肉加磨 它的价格贵 是有贵的道理的 你看这个我10块钱就买到了3个 这个一个就要13块钱 做出来的东西呢 明显就是两种产品 这个我说真的亲身体会到了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美食哼哈这个账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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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